哪有的 歡迎收看 命運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罗霖 我是郭敬 ganz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 翻轉人生 ,靠自己 今年很難熬嗎 這幾年算下來 今年是 拍米當 但不要太害怕 我们有方法帮助大家改运 转运 欢迎我们命老师 首先欢迎周应均老师 老师好 接下来欢迎李玉佩老师 老师好 来 接下来欢迎Amanda老师 老师好 来 欢迎几位来宾 来 首先欢迎我们的 硕身达人 庄碧玉庄老师 庄老师好 来 接下来欢迎我们的联系 联系好 大家好 接下来欢迎我们的小冰冰 冰冰好 大家好 小冰你 瘦很多 对 我瘦21公斤 哇 好棒 21公斤 对啊 我跟你讲哦 你要是没有好好保持住 又胖回去 我就不跟你当朋友 现在不会胖回去了 因为就 我瘦的原因其实就是 因为我 就是有开刀嘛 换关节了 但是之后我就把酒都戒 酒戒掉很重要 所以之前会这么胖 就是因为开店的关系 然后陪客人喝酒 那胖也是因为是水肿 应该算是肿 那个是肿 而且其实讲起来 是一连串的不顺 当然 其实小冰冰不顺已经好多年了 你看我们其实节目上来聊 每次都 还一直都有故事出现 是什么开店也惨培啊 其实他每一次在逆境中 他也都一直有想要再往上 再挽回再挽回 从来没有放弃过 对 没放弃过 但是真的很困难 也很辛苦 所以你说去年忍痛将 内湖的羊肉摊收掉 内湖店是羊肉卤嘛 四年亏损一百多万 是最后收才那个 总计算居然还要 亏掉一百多 对 但是其实前面都还是有赚 就还OK啦 是 对 那后面草安东路呢 草安东路那个就 这一年多就 赔了三百 对 一年多就三百 但是我的部分 我还有一个合伙人 对 他也差不多三百多 所以加起来他有六百多万 我不懂耶 我们开一间中小型的餐厅 要花到六百万啊 对 其实他装前面 然后还加上你们自己投入的人力 对 前面装潢就花一百多啦 对 装潢花一百多其实不算多啦 应算省喔 应算很省 可是就是人事管校啊 然后还有就是我 可能经营的也不好 对 因为就陪客人喝酒喝太多了啦 然后有的时候都迷迷糊糊的 所以也赔掉了生意 也赔掉了健康 对 对不对 对 这样是真的很不好 刚刚录影之前 你问兵说 你换髋关节 对 这怎么回事啊 对 髋关节这么年轻 坏掉是 坏掉就是因为你跌倒之后啊 然后你觉得你好像 因为喝醉酒跌倒嘛 你觉得你想说还好 后来痛就去看 可是你没有完全把它看好 没有把它医好 对 那因为你又看一看你又喝酒 然后他就麻痹了 他就不会痛了 对 然后你又每天每天累积喝酒喝酒 他就一直不痛不痛不痛 那但是其实他里面就一直在发炎 发炎 你都没有发觉 对 然后直到哪一天 你真的哪一天突然感冒 不能喝的时候 休息那一两天的时候 他开始开始痛了 对 然后就才觉得怎么会这样 那也没有去顾 是 之后他就坏死了 那这个 我刚刚讲这个过程大概是一年多 就拖了一整年 我想说最严重是走路走不动 要拖着脚这样走 宽宽姐这么大一个是要怎么样换嘛 他就是骨头在这边 然后他就像蛀牙一样 这样慢慢黑掉黑掉 就凹下去凹下去 一直凹下去 侵蚀了 对 你那个X光片看 那你要开多大一个刀 进去怎么换嘛 就从屁股这边这样开到大腿啊 所以你现在有一个大刀的 对 然后再把它割掉 然后再装一个插进去 然后再钉起来 然后再把肉包起来 这样子 但是那个过程我都睡着了啦 全身马垂 对 但是你 所以你现在进机场过海关 都会嗶嗶叫 不过我换陶瓷的喔 算不错喔 十之十负喔 那差很多钱吧 十五万嘛 十五万 对 但我有保险喔 OK 还好你当年不管怎么样 还是有买保险 还是有买保险 真的 这蛮重要的 当然这个是 钱能解决的不是太大问题 重点是说你有没有意识到 这个健康对你来说 真的是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耶 因为我在住院的时候嘛 在恢复的时候 真的是痛到连下床都不能下床 然后不管是上厕所也好 吃饭也好 都很不方便 然后我儿子在旁边就顾我嘛 照顾你 对 他就说爸爸你看 就要搞成这样 或者说不明白 为什么会好好的一个爸爸 就年纪轻轻的 都是我们 在他学校我算年轻啦 他说 像这样子的爸爸 好好的陪我们打篮球的 搞得之前那么胖 然后又喝成这个样子 然后现在脚又断掉 然后到底以后会怎样 我们不知道怎么办 就被儿子念了一番 儿子几岁 那个时候已经国二了 国一啦 国一快国二的时候 国一国二 就讲出这样子的 他也有不安全感 对啊 然后其实我也很 我就跟他很难过啦 我就讲说 我那时候就体会到健康很重要 因为真的 你连吃饭下床 什么都不能治理的时候 就很麻烦 然后还要看别人谁有空 因为不是小孩 小孩不会天天在我旁边照顾我 当然他们也要上课 我爸妈也是一样 我弟弟也是一样 就他们不在的时候 就很不方便 也不知道该不该 而且我不是住单人的 我是住六人的 健保房 健保房 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省 因为我知道后面出院 还要面对一堆债务 所以就 忍下来就住了 你是内忧外患的你 我想说我保险住健保房 应该一天可以补三千嘛 结果他跟我讲说 你为什么帮我们公司省钱 你是十支十付的 他说你是可以住三千块的 住六千块的 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公司都会补给你 对 但是实在想到后面很多债务 就很 就压力很大 你现在一个人 兼两份工作养家 我后来有认识一个 不管你是什么原因造成你钱财难好 但是呢 这个笔画的人到了下半年了 你的钱财运真的是可以转了 我说呢 三好恭喜 下半年了 你有出厂的机会 小赚一点点就好 你抱着一不赔为原则 不要贪不要等 这一等你可能就会错失了 拿回本钱的一个机会 是 你现在一个人 兼两份工作养家 对 原则固定上兼的工作啦 就是我后来有认识一个 也算是志同道合的一个伙伴 他对摄影方面都非常有兴趣 然后我就跟他合作一起开了一间就是广告摄影的行销公司 对 那当然刚成立两个月而已 那还没有case 这是第一份工作 那第二份工作就是我在我们家楼下就近 就跟早餐店合作 因为他早上卖豆浆嘛 下午卖 下午空的 没有人卖 我就跟他讲 我们合作sure 因为今年景气不好 是 他们做早餐也做得很累 那他一整天下来那个店面也是浪费 对啊 我跟他分摊的时候 就会变成大家都有 都有好 都有拿到好处 他压力也减轻 压力都减轻 那你下午晚上做什么 我就做卖那个 芋头米粉 卤肉饭 然后我把羊肉卤 本来一卤八百块 变成一碗一百块 对 变小碗的 然后 再来就是黑白切啦 就 豆干啊 三十 四十 五十啊 最贵的菜就是一百而已 就是羊肉汤是比较贵 那个已经很低了 这样就没有人事的问题 就全部自己弄了 没有 我还是有请一个老师傅 因为那个古早味的做法不一样 那米粉汤那些都是比较传统的 是 所以那个必须要他们来做 他们也很乐意帮我 因为他们觉得说 平常闲闲在家也没事了 等于退休了嘛 六十几岁了 突然好像又有活力了 有人重视他们了 他就觉得说 我来帮你煮啦 没问题啦 我手艺都可以传承 就这种中泡塞这样子 对我就觉得还不错 做的东西都很好吃 是 那你现在 现在稳定了吗 现在 就一开始刚开的时候 就是大概营业额一天 一个晚上 大概九百一千 然后之后就 因为我伙伴就说 自己开广告行销公司啊 然后自己 才刚开自己店这样子 你要怎么去说服别人 我们就在我们的店 就开始在弄一些 什么宣传啊 推广啊 然后连结网路啊 怎样 还不错 现在就是大概一天 最多大概有六千到八千 这么好 对对对 一个晚上 就在 人情会小镇系纸 对我们是做社区型的啦 是是是 我觉得那样还不错 那还不错 今天稳定下来 那现在每个月的开销杂志 小孩的生活费 学费 还可以吗 其实 其实前前后加起来 加起来金额大概是 大概六万多快七万吧 一个月 基本开销 自己自己还不能用哦 自己一天大概用两百哦 差不多 对两百其实是不够的 那现在六万是有了 每个月收入 因为还要换之前的负债 勉强哦 还算是勉强 因为除非 广告公司还可以接到Case 马上有Case进来就OK 因为前面也流失蛮多Case的 在广告公司这一块 对 只要愿意做啦 我觉得机会会来 对 还有啊 我还有做直播啊 对 又跑去监一些直播啊 当个主持人啊 我就是说其实做直播 因为你是艺人嘛 嗯 然后其实你如果立刻开直播 我相信这个号召力会有 嗯 但是听说直播对你开下去之后 你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结果我们说哎我跟你讲哦 现在只要分享连结啊 超过二十个啊 我们就可以抽东西抽奖啊 我们就送什么 送什么 送什么 好我们现在开始这样子啊 然后因为 也 经验也不够啊 我就不知道到底连到几个了 然后我想说哎 导播我这个 这现在是几个 那你没有看到名字在run 有人跟你打招呼 就没有看到东西在run啊 因为还不熟 对啊 我就不想说我就不懂 我就说哎 导播现在几个 导播说 没有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二十 没有办法二十 降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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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下来 没有办法到二十个 对 然后我说 啊 然后旁边那个比较有经验的 就是说 哎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抽了 好 因为我 太多人了 我们现在直接抽了 然后我直接抽 OK好抽吧 就抽到一个叫michael的嘛 嗯 那我们恭喜michael的奖了 那到时候我们会把 留下你的什么地址啊 我们会把产品寄过去 那这些免运费的 OK 那麦拍就录完之后 然后 我就导播就说哎 看查一下michael是谁 然后他那个地址在哪 我们要寄过去啊 然后我儿子正好在旁边看 我儿子说 不用查了我就是michael 哈哈哈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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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说哎呦好膨胀 对 然后他说直接给我就好了 那个凤梨酥给我就可以了 然后之后 那个那个导播就说啊 你是michael 然后他说到底几个人 他们就知道嘛 大概五六个而已 哦 然后旁边还有什么 Peter啊什么的 那是我儿子的同学 哈哈哈 反正总共六个 然后七个人都是自己 都是自己家人 而且还是我的家人哦 哎呦 还有我儿子的同学 没有刚开始是这样的 对 然后稍微乱一段时间 养一下人 对啊对啊 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哇 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好 很担心 但小平我看你也 瘦身成功了 当然是健康瘦 是 然后气色也变好了 生活也变正常 虽然收入比以前少 是 那你的心情怎么样 我现在 我现在心情很开心耶 因为我现在在 广告公司上班嘛 那我 因为自己的公司 我每天就是在学 学习怎么做后制 然后剪接 然后练习什么拍摄影 是 然后没事就想一些剧情啊 写一些小小的桥段啊 剧本啊 我觉得这样子 每天还蛮充实的 对 还可以跑业务啊 就哪个老板在哪里 又跑去找他 哎 你要不要 要不要宣传一下啊 对 但是往往像这样 都是碰钉子比较多 好 来 玉佩老师 我们就来分析 什么样性命比划的人 2019的上半年 非常的辛苦难熬 但是下半年要转运了 好 好的 如果上半年啊 观众朋友 你真的是很难熬的话 我们来看看啊 下半年 你有没有转运的机会啊 那我这里呢 分两个方向来帮你转运 所以大家把你的名字笔画 拿出来看一看 下半年 你是不是可以按照你的运势 好 姓名盘 谢谢 我们第一个呢 要看的是 钱彩转转运啊 要看什么格呢 我们要看的是总格 所以大家算算你的总格啊 像我们的庄老师呢 总格是32画 年薪总格是34画 那小彬彬呢 总格是26画 OK 好 那观众朋友 你的总格算好了吗 我们就来看啊 什么笔画的人财运 要转转运哦 如果你的总格出现了 19 20 彬彬的26 27 36 40跟42的人 小彬彬的上了 其实呢 财运很难熬的原因 有很多种 有一种就是自己 花钱大手大脚 看到东西 根本就不看价格的 先买了再说 所以呢 就累积了很多的负债 有的人甚至于呢 以卡赛来养卡赛 所以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那么还有一种人呢 他难熬造成他钱财留不住 是因为个性太冲动了 做任何投资 都没有去评估风险 只看到别人赚钱 可是都没有看到 别人赔钱的一面 认为别人能赚 为什么我不能赚 好了 他这一投资进去 因为没有做好风险评估 所以呢 钱就被套牢 这一套牢 经济就缩紧在那个地方了 那还有的人 就是冰冰这种状况 上半年他的生意不太好 那就会影响到他的收入 还有人是工作 有一顿没有一顿的 还有的人拿业绩的人来讲 业绩不好 这个都会影响到 他直接的赠财 当然还有一种人 他在上半年 突发事故好多 有很多开销 都不在他的预算当中 破财就出去了 甚至于有人来借钱 明明讲好的 隔多久来还你 但是没有还 好 那观众朋友 我不管你是什么原因 造成你钱财难熬 但是这个笔画的人 到了下半年 你的钱财运真的是可以转 我说呢 恭喜 从事业务的工作者 会因为你的人气攀升 你平常跟客户保持一个 很好的互动关系 其实在下半年的时候 你的业绩有提升 其实我们都知道 业绩一提升 你的佣金就会增加 它就缩缓了 你经济上的压力 那么还有的人 就是去讨赛 钱借给别人的人 我建议你去讨赛 你一定要讨 你不讨 没有人会主动还钱给你的 你只要开口去要 你就一定有机会 虽然不见得会整笔的给你 但是它分期付款 总比它不还你要来得好 那对于投资者 你要记住了 下半年 你有出厂的机会 小赚一点点就好 你抱着一不赔为原则 不要贪 不要等 这一等你可能就会错失了 拿回本钱的一个机会 那当然了 还有的人就是生意慢慢编好了 他可以打平他的开销了 那有的人是因为他工作稳定了 工作稳定收入也就稳定了 那就解决了他的这种 经济上的燃眉之急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叫做 工作转转运 这个我们要看地格 今天晚上工作完以后 要去吃个饭什么的 要到一起 然后很多长官都在你 是不是应该也要来一下这样子 这个话好有压力 对 那你去不去 我就推啦 然后就遇到厂商 就突然跟我说 诶 我敲了你好几次哦 但是你们 就是有长官说 你好忙 就敲不到你 哇 然后我就 蛤 我不忙啊 另外一个叫做 工作转转运 这个我们要看地格 那地格的笔画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像庄老师他的地格是19话 像连心他因为他的字是单字 他的心是20话 地格就是20加1 所以地格是21话 那彬彬呢 他的地格是12话 好 我们看什么样地格的人呢 在工作运上面可以转转运 地格出现了10 17 18 28 30 34跟38的人 好 那为什么 上半年的工作运会不好 等于说是一开春 他就进入了一个低潮期 那通有才华 可是呢 没有舞台让他去发挥 那还有的啊 就是看起来机会来了 但是这个机会出现的时间点不对 所以机会来了他也没办法掌握住 那另外还有的人呢 在工作上面上半年的工作挫折 特别特别多 做任何事情呢都叫做事被公办 所以明明是使尽了权力呢 但是得到的答案就是乏善可乘 所以长久处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当中 自己对自己的信心都产生了一种怀疑 那当然还有一种人在工作上面 上半年小人是非不断 所以弄着自己情绪很紧张 甚至于有的人跟长官之间 根本就是名字对干起来 那你跟长官处不好 你所做出来的事情得不到认同 一直被退回 被退回 这个挫折也是蛮大的啦 那还有的人呢 在工作上面一直想要换跑道 那心慌慌意乱乱的 想要换 他就没有办法安心在他的 现在的工作上面了 好 那我也不管你是什么原因 造成你上半年在工作上面呢 有些失衡 但是哦 这个比划的人下半年 在工作运上面会有一个 法夹弯的运势大逆转 哇塞 这也太爽了吧 真的是 上半年只要有努力的话 其实到了下半年来讲 这个曙光是有的 像有的人想要换跑道 你在那边纠结纠结的时候 你就会遇到 很好的一个工作的机会 那如果说有小人来扯后腿 很奇怪 亲者自亲自拙 到了下半年的时候 其实这些小人 很莫名其妙的 他们会自难而退 最重要是你要调整 你跟你长官之间的互动关系 那还有的人呢 他的海外工作运有增加 有人一直很想到海外工作去 可是苦无机会 那到了下半年 工作可能会外派 那有的可能是 有人邀请你到 不管是海外的大陆 哪个地方去 你只要去也就OK了 那总之呢 到下半年的 这个工作运上面 跟你上半年比起来 它的情势的逆转 真的是很大 但是你不要徘徊 我觉得大概在10月份之后 这个运势呢 你就可以明显感觉到 有慢慢再回升 再回升 那不管它是属于 哪方面的回升 你抓住了 抓住了机会 你就往上冲 其实你卡运卡住的话 运势也就大逆转了 这两个组合就给大家做参考 风水轮流转了 每年的运势也不一样 那当然每个人 每年的情况也就不同了 来问一下联心 说你们摩托尔圈 竞争很激烈 当然除了你的专专业表现之外 就发现除了我们在舞台上面表演之外 私底下其实也要很用一些心思 我自己本身个性比较做不来 但我听说因为有些长官们 就是比较喜欢摩托尔去私底下巴结他 就是保持有一个私交 对 然后我就有听说 保持一个友善的互动 良好的私下互动 然后我就有听说就是 有些人就是他们私底下 就会跟长官们就是讯息聊天 然后在不是工作的时间约出去吃饭 喝咖啡 然后可能 我觉得听过最夸张是台风天 还去送宵夜这件事情 就是说去探班 然后送他们宵夜什么 但是是他们在 譬如说长官们在自己在开会的时候 就也不是真的是 他也要去工作的时候 对 我就听过这种事 然后因为我的个性就是 比较没有办法做 因为可能就是 长官对我好 那我就对你好 那你有没有接过那种电话就是 连心啊 晚上有没有空 我们在开会你要不要过来 还是什么的 这个是没有 但是就有说 那个今天晚上 工作完以后要去吃个饭什么的 要不要一起 然后很多长官都在你 是不是应该也要来一下这样子 哦这个话好有压力耶 对 那你去不去 我就推啦 所以我后来就有发生过 你怎么推啊 这个话都已经跟你讲 长官都来 你是不是应该来 所以我觉得我不适合出现在那里 因为是一个重大的场合 因为我可能只是一个模特儿 对 然后我就遇过后来我就去工作 然后就遇到厂商 就突然跟我说 诶 我敲了你好几次哦 但是你们就是有长官说 你好忙 都敲不到你 然后我就 蛤 我不忙啊 我真的一点 那一段时间就他要敲我那个时段 是我只有空 就很明显的是没帮你安排 然后后来我才发现 哦原来就是他们就 敲了他们想要推的人 厂商要找连心 我很喜欢连心适合我们的服装 或者适合我们的商品 然后公司的经纪部就会说 哎哟 哎哟 他不错 但他最近很忙 而且最近就比较有贵 我们有一个新人郭敬全 又便宜又好用 哇 其他用过的厂商都觉得他好棒哦 你知道吗 然后你那边就干掉了 对不对 这我的演艺圈也很好 太多了啦 所以也是要注意跟同事间的小心机啦 对不对 应该是说话的艺术 对就我曾经有过就是我们可能 有时候模特儿或是可能议员私底下 自己私底下在聊天的那种场合 就可能没有长官没有其他人 然后我们可能就在聊天 因为有我们有一个规定就是 价码不能透露 嗯 就是可能我们之间的价码 哦你们每一部 就算同一个case 可是每个人拿的价位是不一样的 大家都在场上秀衣服 但是每个人的价钱不一样嘛 对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价钱 是 然后那时候我是 我是没有想那么多 因为我个性就是大辣辣 我就想说那私底下 我们就是还不错的朋友模特儿这样 也不以为然 我们就在聊天的时候 刚好说到 大家都有做的同一个case 对 然后我就说我的是 他们就 就人家问我 说那你那一场拿多少钱啊 然后我就一个反应就指出 我就说就多少啊这样 我也不以为然啊 但后来就接到长官的电话 对 然后我就很惊讶 我说发生什么事吗 他说听说你跟人家说 就是你那一场拿了多少钱 然后那个人跑来跟我说这样 然后跟我对职 然后我就想说 他对职什么 他跑去公司 他问完你是 因为可能他拿没有我多 私底下喝咖啡什么 零星啊什么 那你那一场拿多少钱啊 12万 怎么了 马上他就去公司 他内心想说 凭什么他拿12万 我才拿8千 对 太少了吧 也太少 没有 没有差那么多啦 可能还差个一点点而已 对 但是他就觉得心理不平衡 就跑去跟长官讲 然后我就接到这个电话 我就想说 天哪 那你叫我情何以兴 然后我就跟 公司说 对不起 我真的只是 无意间在聊天的时候 讲出来 我没有想到 会有这种 对 他不会去跟你讲 这些东西 然后后来我还 就是 我其实也蛮蠢的 我就跑去跟那个人讲 因为我知道是谁 你又再回头去 跟这一个同事讲 没有 我是跟他讲 说 我说你知道这种事情 是不能回去跟 长官讲的吗 然后他就回我 哦 我知道 你很呆耶 我真的蛮呆 我们以前辈来 来说他两句好不好 第一个你就是不能讲 不应该讲 对 第二个 就知道以后 就不用再回头了 你就心里把他话叉叉 这个人就不能交朋友了 但因为我的个性就是 我觉得就是不能 我觉得如果你说我朋友 有什么话 我们就直说嘛 对不对 就何必要就是 在背后说 朋友说话也 直说 只能婉转 说啦 那很好呢 哈哈哈哈哈哈 那你这样 我觉得很好啦 那你经过这一次的经验之后 你能不能 有 我就话差了 哦 有学会教训吗 我学到教训 就是话到嘴边 要先想一想吗 话到嘴边 对 就是他可能问了 价钱而已 我就说 哦 我也不清楚 是 我已经有学乖了 蛤 怎么会不清楚 连心 你今天上电视节目 通告多少钱 哦 不清楚 他问我经纪人 哦 我们都那么好的朋友了 有什么好 不能讲的 我也有一个通告 因为我还没拿到 哈哈哈哈 对对对 我跟你讲 连心蛮假的 我们不要跟他做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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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怎么说 别人也都有话接 你要知道其实 怎么说 很难 都有话 对啊 但没有办法 就是你必须做好自己 但是就是说 哎呀 人生啊 常常的话 总是有很多经验的累积 对 就是说 也没有人 一开始 就能够当贵妇 像庄老师一样 庄老师 你看他现在像贵妇一样 其实 哎 周老师是48年来都很坚持做做生意 才有今天的成功 而且是 为一开始为了让老板相信他的技术 他花了很多功夫 是 不是 其实他这一家公司有48年 我在这家公司才23年 然后最主要是他们的技术是不外流的 然后客人来了要 比如说要量身啊 要取一啊 或者要修改啊 是 那变成说我们是完全没有人教的情况下 再摸索 所以变成说 要有点小技巧啊 比如说 哎 如果改改改改改哪里 改到后来我会发现说 注释情 他就是比较果断 比较坚持 他绝对不受外力的干扰 他一定会化压力为助力 化阻力为 应该讲是为动力 注释情 他们的技术是不外流的 然后客人来了要 比如说要量身啊 要取一啊 或者要修改啊 是 那变成说我们是完全没有人教的情况下 再摸索 所以变成说 要有点小技巧啊 比如说 如果改改改改哪里 改到后来我会发现说 我干脆重做 重做一件给他 但是对方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那这样子我的技术可以提升到哪里 我可以知道对不对 就不要再改改来改去可能也不合 到时候客人 改下去他也越来越不舒服啊 然后我就直接变成 因为我是制作人员嘛 所以变成我花多一点的时间做 然后最主要是 做了之后呢 他穿得好不好 是等于我的技术的层次嘛 对啊 他一开心就说 这个碧玉好 这个碧玉真的很好 对 也很嬌啊 但是你就是要这样学啊 是 那最主要是我自己本身就有底子 那因为我在13岁开始 我由小学毕业就开始做女工 所以我在做缝纫技巧上面 我都OK嘛 都拿捏得很OK 那变成说他的塑身衣 是一个非常精致的东西 老师 所以说 刚开始 你是会车衣服 你会做衣服 但是做塑身衣 跟其他又不一样 不一样 你慢慢摸索 而且这家公司 它是有特别的技术 它不传给外人 没错 到他不信任你的时候 他不可能告诉你的 所以你碰到客人 他就是慢慢一点点改 一点点改 可是一点点改 客人也会烦啊 改这边那边不顺 改那边这边不顺 所以他就慢慢自己研究 我就干脆有 以我的经验 我就重量 我就重新做一件新的给你 就没想到 客人一穿很合 你的经验很好 对不对 也不告诉他说是新的 我就知道说 我这样子是对的 结果你后来还反而回过头来 劝老板说 让你训练新人 老板说 怎么可以训练新人 我这个家传的秘密的技术 我能够让你学会就不错 你还要训练新人 到时候我技术会外流 老板不愿意 但是你告诉他说 这样子你可以大家一起做 Case会变多 生意会变好 你看我一天再量 你说一天能量几个客人 对 那如果我有两个人 同时做两件 两个人的工作 他就加倍了 是 所以我是慢慢训练新人的 刚开始也是一直念 那边做边念 我就觉得 我在帮你赚钱 好像 好像我帮你挖钱一样 他就觉得 请人总是要薪水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你慢慢训练的时候 这一段时间你是一个投资 我觉得 可能我以前做过了很多行业 我觉得这个投资算小Case 可是在一个以前订做店的人来讲 会觉得这就是多一份开销 那可能理念会比较不一样 所以后来就 我们才成立了罗琳雅 所以渐渐的 就是说人手多了 然后你又研发新技术 就是说虽然它是秘密的家传老技术 但是你又研发新的 衣服材质 新的技术 所以渐渐就能够让更多不同身材的人 都能够穿上 那以前他们是 有一种那个奶罩 定做奶罩 我们小时候看招牌 对 所以它只是一个合身的衣服 但并没有竖的功能 那你竖一竖下去 你会发现到 这边好了 这边坏了 就好像我们吃药 你吃到哪里好 然后胃坏了 因为就是吃好一个坏一个 修东西也是一样 这边修好 这边坏了 所以常常有这种问题 变成说我们一直在研发 这个做生意的时候 就跟我们人的二代 第二代 就是那个第二代 在研发的时候 年轻人可能沟通比较好 老一代的很难 大数据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我在大概十年前 我就开始在研究 因为我发现到 每个人的身材都在改变 每个年代的女人的身材都改变 然后我就想说 把那些所有的 那个所有的身材 全部累积起来 研发 看看有没有能做现成的 真的 关于女人身材的密码 那这个秘密可大了 等一下庄老师再来跟我们分析 我们先来请教周应君老师 什么样守面相的人 从不轻言放弃 跟你拼了 有些人一碰到困难 碰到难关 他就是会跑 会找借口 会一直讲说这不行 这不是这外在的压力 这什么 现在实不我仪 什么一大堆的借口就出来 但是有的人 他绝对是 从不轻言放弃 因为你不放弃 才有成功的机会 你一放弃 根本就没有成功的机会 我们来看看有一些人 就是他的战斗力特别强 他的霸气十足 有些时候他觉得 我就是要这么做 我觉得对了 我就是要这么做 这种人就是 颜骨高耸有肉 这样庄老师就是了 他这个颜骨一定要有肉 所以他就是历尽千辛万苦 也一定要坚持 如果他觉得对 他想要做 因为他想要成功的话 一定要坚持下去 坚持才能够得到 那个成功的果实 所以这种人通常都是怎么样 他为了他的事业 为了他的工作 因为他为了权力 他一定会好好的去做 所以说这个就是会比较 战斗力十足 战斗力强 霸气十足 所以做事情他 就成功的机会 就会很非常的高 这种人是绝对不会 轻言唤气的 好 再来就是意志力坚定 持之以恒的人 这就是鼻梁高挺的人 做事情他就是比较果断 比较坚持 他绝对不受外力的干扰 他一定会化压力为助力 化阻力为 应该讲是为动力 他每次就是 什么来自什么压力 我就什么呢 怎么样的去抵抗这些压力 这些对我不好的状态 他一定会去做 就是一定反正 什么事我做就对了 我默默的做 我默默的改进 反正我不会去给你 不去把你印刷 我就是好好的来改 我知道怎么样的去做 像这个 我反正我重新做一套 我就花工就好了 我不用在那边一直改一直改 因为越改会越糟糕 越改也改不好 干脆我重新做一个 那只是花时间而已 但是你的成功就会在这里 他有时候会为了自己的梦想 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 甚至一辈子都在做这件事情 有的人做了几十年 都做同样的一件事情 不会一直在那边换工作 你只能讲什么 一年找日子的老闆 回来吃买的又渣渣 就是一直在换 一直在换 你就没有那个成功的机会 再来就是坚持自我 不易改变的 通常就是法令文比较深的人 这种人也不受外力的诱惑 他为了想要成功 为了达到他的目的 他也会很坚持 他绝对不会轻言忘记 所以通常这种人 他对于他的下属 对于什么 他都有这个叫做 应该讲号召力 应该讲说服力 那为什么有说服力 因为他就是自己做 什么事情我就做给你看 不要你来一直来管驳我 这不做 这个不能做 这个也做不好 这个怎么样 反正我就做给你看 那就是一直的默默的努力 绝对不会放弃 是不是这些人 OK 接着呢 我们再从星座来请教那边大老师 我们来看看哪些人 注意听了 就是有老板蜜 我们从星盘当中的太阳星座 金星还有上升星座 这几个部分来观察 首先第三名呢 可以做老板的这个 我们说是水瓶座的朋友 原因在于呢 凡事自主 而且眼光独到 很多人一提到水瓶座 都会说这是一个很叛逆的星座 对不对 其实某个程度 这是一种误解 我们先说水瓶座的人 基本上他们是能够被道理 说服的 只不过大家想 如果在一个公司里面好了 真的这种老板级的人物 真的讲出来的话 能够说服水瓶座 其实是有点少的 所以呢 他们常常对老板 是会觉得说 你这样都可以当老板了 我应该更有这样的能力 再来就是呢 水瓶座的人 往往我们说 他们会有一种独到的眼光 很多事情 在大家都还没有想到的时候 水瓶座的朋友 就会先想到了 举例来说 现在有些这种火锅餐饮店 有没有 在怕大家等的时候太无聊 开始有一些什么美甲啦 或者是一些这种 美法的服务了 水瓶座的人可能说 拜托 这个idea 我五年前就想过了 或者是呢 这个现在说 大家都开始做自媒体 做网络直播 水瓶座说 拜托 这个我也是多久之前 我就已经尝试过 只不过 太走在前端了 而没有做成功 对不对 但是确实 他们会有一些 很独到的想法 如果找对了这种时机点 他们是能够就是 抢歇这个商机 成为这种老板的 第二名呢 长大了 走钟了 什么长大了 不可爱了 什么东西的 对 然后人家说 他已经走 太肥了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他也在那边笑 我就觉得说 这种感觉会让我觉得 心里面看了我心酸 我觉得为什么明明就是自己 然后还要把自己拿出去讲跟别人分享 然后还要装作自己服事自己 然后还要另外一个Peter 什么之类的 第二名呢 我们就说是射手座的朋友 原因在于热爱自由不受拘束 以一般的上班族来说 如果是在公司里面上班的 我每天可能八点半就要进公司去打卡了 对不对 而且呢 可能这是我唯一能够今天看到日光的时刻 进了公司之后 外面的天气到底是太阳 还是刮风下雨 其实我都不知道了 往往等我们走出办公大楼 已经天黑了 这样的一个生活对射手座来说 就是太被困在这个里面了 或者你说那射手座可以去做业务啊 业务们一样一早要进办公司打卡 而且呢 每个月有定这个绩效你要达到 所以这对射手座来说 他觉得我好像就是一个绑手绑脚的 我就觉得我要去闯一闯 我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这种天地 那小冰冰你的一个心盘是 其实你有很强烈的这种热爱自由 不受拘束的特质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当老板 有一个盲点在于 像我们看小冰冰的心盘 他上身是金牛座对不对 他大部分的行星都落在处女跟射手之间 所以你的个性来说 你有时候太在意身边的人给你的意见 甚至是一些朋友 你认为是朋友的人只要讲一句话 对你来说那个影响力太大了 所以你可能自己本来有一些想法 还不错的 但身边如果这个朋友有时候 声音一多 对一多他就会被疑惑被动摇 耳朵软 对对就是这样子 会是他当老板的一个我们讲盲点 所以如果你能够克服这一点的话 其实自己当老板也是还蛮适合的 第一名其实是在摩羯座的 是什么呢 莲芯 因为恒心努力样样不削 你好摩羯喔 非常摩羯 难瞧耶 是我们贴错了吗 你不是这个 莲芯我要约你吃个晚饭啊 或者唱个KDV 我觉得很难约 应该这样讲就是想很多 想非常多 对莲芯摩羯特质非常强 而且庄老师精心在摩羯 其实也有这个特质 因为很多人就会问说 我到底可不可以做老板 对不对 或是像刚刚静存姐说的 射手座我就很想要当老板 会不会太自由了 确实其实人人都可以 辞掉工作当老板 问题是你能不能够活下去 能不能够有这个获利 这才是重点 那摩羯座为什么最适合 当老板的原因是 他们真的是什么 要目标有目标 但是要坚持的时候 真的有坚持 就大家想嘛 我们做老板 其实要有哪些特质 是重要的 很多人说我口袋要够深 对不对 我有个父爸爸可以支持我 或者是我要很有霸气 或是我很会用人 这些都是重要的点 没错 但是真正要做老板的话 第一 我们要有很强烈的企图心 也就是说我一定要成功的 那个意愿要很强烈 再来就是你要能够 忍别人所不能忍的 这里所谓的这种忍耐力 有两种 一种是什么 真的你看像刚才庄老师说的 很多年轻人可能工作时间 一天到我就要下班了 但是早年的时候 可能我们一天有时候自己做不完 或是自愿加班对不对 一种身体上的一种忍耐力 或者是呢 当老板 有时候你要尬这个什么支票啦 或是这个获利不如预期 你精神上面 你能不能够忍耐 能不能够克服 其实这是摩羯座 我们讲他的一个优势 也就是说他们有目标 而且呢恒星跟努力样样不缺 所以有上榜的朋友 恭喜你 那没有上榜的朋友 我们可以学习他们的特质 一样有机会成为老板的 给大家参考 这个2019年很多人啊 刚好流年碰上 就觉得有点难熬 小小兵你今天除了财运的问题说 还有儿子未来的发展 让你觉得有一点操心 对 因为就是小小兵他是 可能他在学校方面 他有一些问题 就不会回家讲 因为我前一阵子不是都在喝酒吗 所以我就没有去关心到他们 所以他就比较没有回家讲 他遇到什么事啊 可能就是一些言语上的霸凌吧 那难免的啦 当童星谁不会我也是嘛 就是自己要调试 只是说他没有讲的话 他可能会找不到方向 或找不到方式 所以他就会把自己 封闭在他的房间里面 那他就以另外一个身份 在网路上面去交朋友 他觉得他这样很自在 在网路上就匿名了嘛 对就不是他这样子 就Michael嘛 他的压力也 就Michael嘛 他的压力也很大耶 对 他被宣明 他现在才国籍 好可憐啊 他现在已经国山 刚生国山 他国栓 才国栓 就被酸明栓 什么 长大了 走中了 什么长大了 不可爱了 什么东西的 对 就是 其实他就是 有的时候我有偷观察过他 就是他在聊天的时候 我会去偷看一下 或是怎样 其实他们就在讨论的 就是小小兵 是 但他自己 因为他是 他用第三人称 或是什么特的 他就会说 其实小兵这个人怎么样 怎么样 对 然后人家说 他已经走 太肥了 怎么样 怎么样 然后他也在那边笑 我就觉得说 这种感觉会让我觉得 心里面看得我心酸 我觉得为什么 明明就是自己 然后还要把自己拿出去 跟别人分享 然后还要装作自己不是自己 然后还要另外一个 Peter 什么之类的 或是三门 这样子的 他会想走目前吗 他还有梦吗 其实他 比较 比较迷 这阵子比较迷惘 就是说 因为我跟他讲说 你国中毕业之后 马上 高中 对 要考什么 哪一个学校 戏剧学校吗 戏剧学校吗 他说 不知道 我说那不然 你想一下 我不知道要读什么 我说其实你读我 读戏剧学校也是不错 因为你本身 小时候就有参与过这个 你大概就会比较懂 而且你考戏学校会加分 是 他说 如果不要那个可以做什么 我说 那就盖房子 他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当建筑师 是绝对饿不死的 是爸爸以前有想过 是 但是不是 现在空污率那么高 那这样要考虑一下 对不对 你说演戏 演戏有什么好念戏剧系的 他从小就会演了 他就 他也不用念戏剧系 对啊 那如果真的小孩 你这个 阿伯 他应该去学厨师还蛮好的 还要厨师 我觉得厨师 很辛苦 那就要当师厨 那种比较帅的 对啊 总之你就会 学着跟孩子沟通未来 你鼓励他走幕前吗 走幕前走辛苦 我有跟他讲过说 你如果目前真的不想走的话 你走幕后嘛 你有听出来他有点犹豫吗 有犹豫 因为他觉得他就在目前他对他自己觉得他会有点比较没有自信 他不像他弟弟啊 迷你兵啊 他就很简单啊 我就喜欢打棒球 然后我就OK 国中就加入校队 现在就住校 他一个礼拜就是六日回来 哇 很拼 所以就很简单 然后读书也在学校读 吃饭也在学校 睡觉都全部学校 所以我就很放心 然后我就跟他讲 未来的梦想是谁 他说就是要成为林木一郎 对 我说为什么要成为林木一郎 难道现在最强的大股详品不好吗 他说 不行 我要成为林木一郎 因为林木一郎他打得比较久 他一直到最后慢慢 他没有马上大起大落 他的职业生涯比较稳 他说我要当比较稳的那一个 我说那不错 对 我觉得这样也很好 那他就OK嘛 但是小小兵就会变着就是 现在还在迷惘 对 他不知道说他现在要做什么 但是每天在 我又在家里面玩那个 网路的世界也不好 不过小小兵有跟我讲 他说爸爸 你现在在做广告行销 如果有一些公益的形象广告 可以推荐我拍的话 我一定接 对 我说那其他的呢 那其他非公益 对 商业的性质呢 他说那我不接 为什么 因为他不想要做那个商业性质 我也不知道 然后后来就 当然我就 对啊 我就带他去参加 像公益活动啊 志工啊 是啊 他就很乐意去 结果那时候看到他在活动现场的时候 他就笑了 很少看到他那么笑 笑得这么开心 然后他访问那些公益团体的时候 他自己也拿着麦克风蹲在那边访问啊 我觉得这个很好 当记者 那种感觉也不错 是 我刚刚跟冰冰在聊 我说 因为你刚好都生儿子 其实对你来讲 你最大的课题就是生教 就是因为 每个儿子就看着这个爸爸 都说这个爸爸 他有没有把他自己照顾好 有没有把自己的路走到一个对的方向 走得好 其实孩子都看在眼里 他也会以你当一个榜样 对啊 所以我觉得你最难就是 你要把自己照顾好 然后给他们一个很清楚的方向 我觉得他们就 大致上你知道就不会偏差太多 不会走歪了 因为像他 就是前几天他就是参加这个活动 之后他就说 他就人家有记者问他 他说你觉得你爸爸怎么样 他说我最爱我爸爸 我最喜欢我爸爸 因为我觉得我爸爸是一个很好的爸爸 你知道 我问他为什么 私底下问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跟我儿子的相处模式就是 他每天躲在房间里面偷吃饼干 一直吃 吃很多 那吃太多又不出来就会虚胖嘛 是 所以我有一次就买了一大桶饼干 我就把他的门踹开 我说谁做你一直吃饼干的 我拿饼干丢他你知道 然后他以为是什么 就丢在他身上 他说你干嘛丢给我 我说就吃吧 就吃吧 你这是什么 那这是其中一种方法 不然就是说 都不吃饭也不行 我说既然要长大 等大人总是要吃点饭 算了算了 我看还是不要吃饭好了 吃一些汉堡 鸡排 炸的 牛排 他说这就这样好吗 爸爸 我说当然好啊 你看外国人长多高 那中国人就都吃米饭嘛 那都长不高 淀粉类的 你看人家吃肉就长高 那多吃那些 我都会用这种方法 然后让他去选择 要还是不要 让他去思考 对对对 我不会去限制 OK 对 好 蛮妙的建议 好 周英君老师 我们就来看看 什么样手面上的男人 很有责任感 我们来看看 这种就是毅力十足 坚定的付出 就是额头方面会比较方正 他其实这种人 对于家庭观念 非常非常的重 他会在意小孩子的成长 他会在意家庭的所有事 他会知道说 要怎么样的去呵护老婆 怎么样的让老婆 不用那么的辛苦 他知道什么样的时间点 要去帮助老婆 老婆才不会那么辛苦 因为有时候 可能老婆也在上班 那回家要做很多事情 他很可能 如果他今天早下班 那回来就赶快帮他 整理垃圾 等一下垃圾车来的时候 他说他要倒垃圾 他不用老婆追的垃圾车跑 这样子的 其实对一个男人来讲 这个就是已经有责任感了 也是 有时候小孩子的功课 什么不用老婆 每次就盯你在那边看报纸 或是在那边打电脑 他会知道如何的 去帮助老婆来盯这些小孩 就是跟小孩互动方面 让老婆觉得说 这个爸爸是有做到爸爸的责任 这个就是责任感 这个就是像这种人 通常就是家庭观念 非常非常的重 再来就是用神才意义 尽力尽责 投资有成而且日尽斗金 好 这边呢 巨蟹座的朋友 有两种投资的状况 一种一样是这种 我们讲说比较短期的偏财 另外一种呢 是长期的经营 不管你讲说这种 长期的一个海外资产的配置投资 或者是一些房地产的投资 在今年下半年可能都会觉得 获利还蛮不错 再来就是用神才意义 尽力尽责 眼正而有神 眼正的人心也比较正 因为这种人其实 女人要求的责任感 还有一种就是 你不要随便在外面 碾山惹似的 老是这样子让她没有安心 这个就没有责任感了 所以有时候对感情的忠贞 对女生来讲 她可能就要求这一点 这个也是一个责任感 如果说她知道说 你不能让这个家庭 好像有那个被迫害的 那个危险性存在 所以绝对不会随便在外面 有那个什么所谓的外溢 小三这些事情 还要再帮她在婆媳之间 也不要让爸爸妈妈 随便进来你的家庭 捣乱 就是等于是 让你的那个家庭 也有被那个 就是老婆有这个婆媳的问题 让这个家庭 好像也是岌岌可危 这样的状态 所以她一定会 自己知道如何的 去跟爸爸妈妈沟通 不要再来管我们 让她的那个老婆在这个家庭里面觉得 过得非常的安心顺心 就是在感情方面有责任感的 再来就是 全力以赴 凡事当当的 这个就是鼻子端正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什么都好 但是问题是 肚子如果甜不饱的话也不行 所以这个就是在 经济上面 她会全力以赴的 工作赚钱 工作赚钱 让老婆有责任 就让老婆在经济上面觉得 没有担心 不用担心这个经济 到底下个月的 这钱要从哪里来 或是什么什么 眼距离的这个钱 到底要怎么去处理 她会担心 因为担心经济也是一种 觉得老公没有责任感的一点 所以她在经济方面 会让老婆没有责 就是没有觉得有担心 所以这样子就是 老公对经济上面 去让老婆安心的责任感 连心说你们这个最光彩的 模特儿行业 最漂亮的模特儿行业 其实这几年也不好做 常常都在省钱 差很多 因为像以前我们 最近一次好了 我发生过的事情 就是我之前去试广告 然后就有试制 就是说他们 因为通常试广告是很多人去试 然后试完以后呢 他们说你可以提案 就是我想提你这样子 就是说靳晨姐这样 是 然后她提了以后就说 那我就很开心被提案了 那他们可能就是在讨论 他开完会结果 结果他们就说那要你了 然后我就说 太好了被选上了 然后一选上以后再过个几天 我又接到电话说 厂商因为跟那个什么 导演制片那边 价钱谈不好什么的 所以他们决定就取消 不是取消你 是取消整个活动 整个开始先取消 他可能要变成别的方法来做取消 然后我就说天哪 以前从来不会有这种 就是因为 就是这种因素取消 以前可能真的台风天 什么天气 说什么 对 但现在都是因为 下石头都得拍了 对 现在真的都是因为 就是价钱的问题 然后就取消 然后像以前呢 我去试广告一个礼拜吧 试镜 我们一个礼拜可以试大概 六天 每天我们都在跑 每天 但现在是三天你就要偷笑了 对 整个大环境差很多 是是是 这个人个性还蛮认真的 虽然表演场次变少了 大环境差很多 但你还是很努力的 把自己准备好 把身材维持好 随时保持最佳状态 没错 因为我觉得像MOREHER这个行业呢 就是最主要的就是身材 是 自己的关系 就是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先控制好 然后呢 好的机会才会找你啊 是 对 像我就是饮食运动 然后加选择好的塑身衣 哦 我觉得这很重要 塑身衣这件事情 真的帮助我很多 我之前有穿过别的家 然后我觉得 人性化好穿托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像钟老师他们家的人性 非常人性化 它是S拉繩的塑身衣 像我有时候吃东西一千 夏天 我觉得塑身衣最受不了的是夏天 嗯 夏天热闷 你要穿脱什么很不方便 那像老师他们那一款就是 为什么我说人性化 因为有时候我们吃东西会很沉 可是因为我们还是要保持身材 你要塑 所以我有时候就会 给自己一点压力 就是在要吃饭前就 塑身衣拉紧 你是拉紧啊 我是拉紧 我跟你不一样 我都把它放松 哈哈哈 因为这样才能维持好的身材啊 而且都跟钟老师说 老师我的那个哦 那个线帮我加长一点 那个线帮我加长性 那你吃东西的时候自然会觉得 好像吃一点就是饱足感 比较容易饱足感 哦 对 所以我觉得塑身衣 在这个时候是非常好 然后像运动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那个弹性 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有些你根本 像我之前川老师的塑身衣 我还可以就是 像做瑜伽的动作耶 就是完全伸展开来 是 我就觉得天哪 你知道一穿了以后 你根本就不会想要再 就是再去选择别的 刚刚其实连心也一直 啊哀叫说 因为大环境不好 Case变少了 大家都好辛苦 但是 钟老师 其实 在你的感受来说 其实反而没有 这么的难 对不对 老师最近塑身衣 又得奖了 其实我们 你怎么一天到晚拿奖啊 好强喔你 要记得 就好像说 你今天没有Case的时候 你要维持身材 是 生意不好的时候 你要记得 加强自己的技术 哎呦喂哦 所以我们在 研发那个专利出来的时候 都是景气不好的时候 这什么道理 因为你有时间去做研发 如果你生意好的话 你做都来不及了 所以我会有 后来我就成立一个研发专部 专门在做我们研发的那个专利 所以我们像我23年 有25个专利 我这是第25项专利 你在美国戏骨 美国戏骨得到了发明展 然后是得到金牌 还有它大会首奖 哦 所以呢 如果生意不好 或景气不好的时候 要记得 要加强自己的实力 等景气好的时候 你才有机会 你是有新的研发什么东西 对啊 来分享一下 我们这次的研发是那个滑轨 就好像说你穿着要做运动 其实它是没有弹性的 这套还蛮可爱的 真的 它是没有弹性 所以你是不会吃胖的 但是呢 它的延展要有 这是你刚刚讲的弹性 这个是一个延展性 但是它并没有弹性 这布料是没有弹性的 因为有弹性的话 都会被你称开 它没有横向的弹性 对 横向的弹性 然后再来你要挺得住 这件硕的硕要挺得住 然后呢 你还要弹得下来 我可以90度 比如说我今天要做运动 但是它要回了回来 你不能够弹下来 就弹在那边 也不行了 所以这件硕的硕的硕 它的功能就是 你穿好之后呢 它能够帮你控制食量 然后你还能够做伸展 所以为什么这件硕的硕 到现在还在研发 因为我们伸展的幅度 伸展越来越大的话 我们这边要有个轨道 因为我们这个软杠嘛 你看我们这样伸展 是软下来的 但是它是缩短的 你有没有看 它是长度 但是这样子的时候 它短会变短 然后我这软杠长 要去哪里呢 我要有个滑轨 有个滑轨让它跑来跑去的 让它能够伸展得更顺利 它里面是充满科技的 对 没错 这件内衣你看看 我们研发了25项 这个专利 这个专利你看连图布都有 可是我拿拿看 我拿拿看 是 您继续介绍 还有另外一款也很神奇 最主要我们这个是 量身定做 所以布料你可以自己选 比如说今年流行什么 好好看喔 格子的 流行什么 你就可以去指定做什么 时尚的布料 那最主要是它的 像这种肉背的 如果今天你不是虎背熊腰的人 你也可以做这种肉背 也是很可以 很漂亮 那像这种的就要包后背 我这下面再加一个白色的蕾丝裙 我再穿在牛仔外套的里面 又可以外穿 多好看 你看看 干嘛那么麻烦 你这样子 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穿起来老公 又把你推倒了 脱掉 不好意思我S拉绳 脱不掉 比如说像建成刚刚她说 想吃大餐 就可以这样 放松一点 就把它松开一点 对 它就可以吃大餐 是 其实这个放松最主要是 因为女性下午都会水肿 哦 还有我们的那个生理体的时候 也会比较水肿 所以它这个松紧度 是让你穿得更舒适 你可以符合自己 比如说你要吃大餐 你不想吃 那你就把它勒紧 你的食量大概可以少掉一半 对 其实我觉得这里是个很环保的概念 是啊 然后它是一个健康概念 老师 刚刚雷欣有提过 说她以前穿过一些 什么NG的塑身衣 那是什么样 完全不透气 是比较容易NG 那种大部分 外面买的大概就是这种 对 然后你的内裤还有胸罩 一定要另外穿 是 它没办法做一体成型的 对 因为它 它因为这个是尺寸的关系 现成的嘛 大概几个尺寸 那量身定做是佛女的身材 所以不管什么身材都可以穿成这样子 是因为它良润定做 有一种类似Hermes的那种 手工的定制概念 高级定制服的概念 高级定制服的概念 老师说你现在穿的是自新的 对啊 我现在穿的 像我刚刚健存拿的是 这种夏天穿的对不对 穿好小短裤就可以 很少女风 对 然后像我穿的这件它是长的 比如说我就直接这一整件就是了 老师来请站中间 我就直接秀一下秀一下身材 这主要是 我这样子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特地穿这件来 你看我后背 你就可以看得到 身材超好的 对啊 老师你这样穿 这根本也不是什么塑身衣内衣 这就是外衣啊 对啊 所以就这样 所以女生都穿瑜伽裤 有沒有 Leading走来接受 而且这个 嘴看起来好长喔 然后你看一阵一阵 因为这样这边 这边这样 整个把线条修出来 然后最主要你看看 我这个只有一件 我也不用再穿一件 就只要一件上衣就好了 那这件是连身的 然后你看我后背 是不是穿这样 就OK了 身材真好 真的 就这样子 那一件就搞定了 今天特地穿这件 是来秀我们的美 就单单一件就OK了 然后穿起来身材就这样 你自己真的是最好的招牌 所以 身材真好 你自己不穿 你说你的衣服多好 没有说服力 根本没有说服力 是 OK 太棒了 谢谢老师 一直在研发新的东西 而且是这样 我觉得各行各业 什么产品都一样 其实口碑就是最好的宣传 因为穿过之后 你就离不开它了 好 来 Amanda老师 我们就来看看 什么样星座的人 在2019的年底 财运会大发 好 赶快拿出我们的星盘 从星盘当中的太阳星座 跟上升星座来观察 首先呢 这里有四张牌 第一张我们来看看它的画像 有一个人 他前面有一道墙 墙的前面有两座山 第二张牌 偶偶看到了好像很丰收的样子 你看他手上捧着一样 种子萌芽了 那么第三张牌 这两个人到底是在唱歌 还是在吵架 还是在沟通 不知道 那么第四张牌 两个星星中间加了一个爱心 但是它代表着不同的人生 那我们就来看看什么样星座的人 在2019的年底 财运会大发 好 赶快拿出我们的星盘 从星盘当中的太阳星座 跟上升星座来观察 首先呢 我们要恭喜金牛座的朋友 好 我们说偏财运望 而且会暗中得财 小冰冰就是这个上升金牛 对不对 我刚刚看到 好 金牛座的朋友 在今年下半年 有机会呢 我们说透过一些 比较短线式的这种投资 也就是说可能我们讲说 这种比较快速的一个理财的方法 让我们真的是有还不错的获利 另外一种就是 我们自己都没有规划到 有些朋友突然找到我们 一个合作的机会 好 这种你说 意料之外的一个投资 诶 获利也还蛮丰厚的 但这边我要提醒金牛座的朋友们 因为它比较属于偏财运 所以这时候更要留意的是 你如何守得住这个钱 而不是有些人说 好像突然来了一笔奖金 我就要慰绕自己马上花掉 那这样就有点可惜了 所以金牛座的朋友们 今年偏财运望 但是要好好的守住它 这样才行 第二名呢 我们要恭喜巨蟹座的朋友 我们说投资有成 而且日进抖金 好 这边巨蟹座的朋友 有两种投资的状况 一种一样是这种 我们讲说 比较短期的偏财 另外一种呢 是长期的经营 不管你讲说这种 长期的一个海外资产的 配置投资啦 或者是一些房地产的投资 在今年下半年 可能都会觉得 获利还蛮不错的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巨蟹座的朋友 如果是真的投资在 自己有兴趣的事物 不管你说这个领域 是不是目前最火红的 不管只要我有兴趣的投资 甚至是自己有兴趣 真心喜爱的一些艺术品 在今年都会觉得 其实那个意外的这种获利 是让自己非常满意的 第一名呢 我们就要恭喜天蝎座的朋友 我们说勇敢逐梦 而且是获利丰厚 提醒天蝎座的朋友们 在今年呢 如果就是我们过去 长久以来 把眼光放得比较远一点 带有一些这种 我们说这种领导 时尚潮流 或是走在这种 整个技术是走在 时代尖端的话 在今年都来到一种 我觉得这种 获利很丰厚的时刻 再来就是呢 像其实我很喜欢 刚才庄老师说的那句话 我真的想要拿 红笔写下来就是 越不景气 生意越不好的时候 就是要加强自己的实力 对 也就是说如果有这样做的话呢 长期的经营 在今年真的是会达到一个 这种我们讲说一个 站在一个业界领导者的机会 另外一种呢就是 天气座的朋友 今年如果是用一种 传统产业新风貌 好就是我们讲说 这种新瓶装老酒的话 也是能够让自己创造 新一波的这种 获利高峰的 提供给大家参考 好的谢谢老师来 接着玉佩老师来帮我们进行一个 易经的塔罗占卜 我们一起来占一下 未来一个月 我可以翻转人生吗 来一定可以 只是翻转的不同 这里有四张牌 第一张我们来看一看 它的画像 有一个人 他前面有一道墙 墙的前面有两座山 第二张牌 看到了好像很丰收的样子 你看他手上捧着一样 种子萌芽了 那么第三张牌 这两个人到底是在唱歌 还是在吵架 还是在沟通 不知道 那么第四张牌 两个星星中间 加了一个爱心 但是它代表着不同的人生 好啦 庄老师 你选哪一张 2号 2号 别兴来 3号 好的 冰冰老板请选 1号 老师们 2号 我也选2号 好的 4号 3号 好 好 原歌3号 我4号 对 原歌3号 我们坐在餐厅里面 在吃米其林 哪有狗狗 好 我们来看 1号 1号是冰冰选的 6他选 好 那这是什么卦象呢 来 这个卦象是这个样子 它的卦名叫做什么 叫做更为三 意思是什么 一切如常 然后呢 禁止未动 2 3 你看它前面有一堵墙 墙已经挡住它了 然后墙的前面呢 又有两座山 其实更挂它就是 代表禁止的意识 原地打转 好的 不会更上层楼 坏的 你也突破不了 繁离 就是在那边转圈圈 转圈圈 就代表你目前的意识 是停顿的样子 所以呢 任何事情一停顿 你就没有办法往前迈进了 所以你要 你一定要使尽全力 翻过这个墙 再翻过这个山 你就另有一片新天地了 好我们来看 第四张牌是 近存选的嘛 好 这是这个卦象 它叫做雷锋横 横卦 所以呢 稳定恒久 爱情翻转 80分 所以冰冰刚刚是50分 其实沾到爱情卦 最喜欢就是横卦 它代表是一种长久 代表是一种不变 细水长流的感情 那爱情也好 婚姻也好 它本来就是要细水长流 要横横久久的 那捕到这卦的时候呢 就代表你的家运 是没有问题的 那对于未婚的人来讲 未来一个月呢 说不定就有桃花的机会 我们来看第三张 第三张是 莲心 还有 小河 米其林餐厅 这卦象应该是 吃很棒 跟吃有关 好 这个叫做 折火格 吃很饱 什么意思呢 除旧变革 工作翻转 有90分 格化呢 就代表是改革 就是要除旧不新 如果说 观众朋友 你目前在工作上面 出现了一些障碍 其实这个 跟你的观念有关系 你要改变一下你的想法 你的作风 你的观念 接受别人给你的一些意见 说不定你的工作 因此呢 就大翻转了 工作翻转 你未来这一个月的人生运 也就跟着翻转了 所以一定要除旧不新 守旧就是大凶 真的 然后不新就是大吉 完全接受 除旧不新 我也只能祝福你了 好 第二张牌 第二张牌是 庄老师 庄老师 这个卦是 瘦很多 这个叫做 折地脆 脆卦超好的 这个叫做 聚集能量 前三月半 就是得到滋润 大吉得到滋润 我们的植物得到滋润 它就是欣欣向荣 就会有果实 这是一个成功的果实 那么以成功果实来讲 其实它换成就是一个现金 未来在一个月当中 财运是非常好的 所以它得到的是100 来 好 谢谢老师 来 观众朋友们好玩 大放送 我们要送出三份 精美的小礼物 详情请上命运好好玩的 官方粉丝页 参加抽奖 好 来 另外呢 观众朋友 我们的忠实观众朋友 看了我们的节目 这么多年 都是看明星来算命 我们现在让观众朋友 也有机会来记录上 说说你的人生故事 也让我们命理老师 来帮你翻转一下你的人生 来 想来上节目吗 强力征求来宾 来 汽车司机 来 或者是护理医疗人员 或者是餐饮的服务业 像小冰冰一样 退休的军警销 八大行业 好 家庭主妇 来 您都可以来上节目 来说说您的故事 或者您碰到什么样的困难 让我们来帮助您 来 报名的方式 来姓名跟职业名称 还有减数一百次 我是哪里的痛苦 遇到什么问题 都让我们知道 并且附上联络电话 电子信箱寄到这边 有两位小姐会收 谢谢老师 也谢谢来宾的分享 好 也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同一时间 请准时收看 命运好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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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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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